是沙拉雅 欢迎大家 今天的《勇往直前》 Facebook的互动直播 好开心 在近期几期直播 大家都反应異烈 在我们开始 邀请我们今天的联马斯 押俗出场之前 也要谈一谈 在这个时段 请大家把握要点赞 转发和留言 大家可以符合得以上三个条件 我们威哥就会选出五位的幸运仪 就可以得到4G储席卡 就是拿到这个大概三百多元的储席卡 大家可以在打机或者上网看电影的时候 都可以用到这一张的特别奖品 好了,讲完这个特别奖品 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关于华人链马师 女演威的资料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威哥出来 和我们谈一谈互动直播 大家看看威哥近期连续两季都很厉害 位列前四的链马师 真是big 4很厉害 华人链马师 而且连续两季是赢出超过60场的头马 上级更加厉害 是4胜group 1的赛事一级赛 究竟威哥经营马房有什么心得呢? 各位朋友,利用这30分钟的时间 不妨可以把机会问威哥和他出场 看看季初阶段马房的步传和攻略是如何 这时我们邀请威哥出场 知有威哥 欢迎你 Hello 和镜头设个Hello 今天很开心 知道大家在季初阶段 特别的链马师也好 骑士也好 都是非常繁忙的 威哥很厉害 如果大家有看我们Facebook的预告 都知道 威哥近期拍了一条挺有型的视频 有一个花名 看到文师傅称威哥做金窗威 你对金窗威这个名字又怎样看呢? 都是谢谢他们 因为金窗60的关系 所以每个都叫我金窗威 正所谓马房里面有一个阵瘡部 整个马房的士气和马匹的质素 都会保持好下去 不如说一下暑假期间 其实都隔了一段时间 来到逐渐开罗的时间 威哥其实这个暑假期间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或者消磨一下 都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又不能出去 主要其实都是在本地 也没有像别人那样去酒店 反而没有去食品 我也没有去 因为太多人 我免得跟别人争 其实我们暑假也不是很长 通常都是十天八天 就开始工作 我也是继续工作 继续把握这个机会工作 因为很多练马师和骑士 近期都积极备展 大家不妨可以继续留言 我见到有位朋友 Mini就说 沙拉威哥好 请问威哥你认为近贵 成绩稳步上扬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呢 以及今季未来的目标 和心愿是什么呢 不如先问一问一个问题 威哥 你认为近季 这么好的成绩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竅门 可以分享一下 特别的竅门也不能说 我想很主要的一样就是 因为金枪六十的关系 也带起了马房和同事的士气 我想大家的合作精神是很重要的 我想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始终是邓仓宝 另外他就问今季或之后的目标和心愿是什么 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家会有所寄忘 近期大家都一直看到 威哥倉口里的马匹表现又更加好 因为连续两季都是Big Four 来到今季了 会多少有些压力 希望可以继续交到好表现 因为大家都有所寄忘 是的 因为两季都有超过六十场的头马数字 通常熟悉赛马都知道 你赢这么多马 你的评分一定是高 今季来说正路是会比较辛苦 因为评分是很高 尤其是旧马就算换了它 你的新马也要摘得到才行 如果摘不到的话 你也需要一些时间 既然威哥这么说 大家都非常清楚 相对地去到这个情况之下 威哥会展望之后 会否用其他方法 或者未来我看到大家都有看回马房表 威哥也很厉害 已经爆了仓 我看到有很多较身的马 都加盟到你的马房 是 会否去到稍后 特别在今季的阶段 将兵力或者重心 放在那些较身马身上 都会 当然 季初当然是先跑一些旧马 那较身马也是需要时间去培养 希望它们快点摘得到 如果那些新马表现得好 之后再想新马 之后再想新马 正所谓循序漸进 看看另一位的网友留言 KQ就说 想问威哥马房 32匹的四巴马当中 差不多是马房养马良的一本 想知道如何去捕捉这批四巴马 会不会用马海战术 来报名参加赛事 因为大家都看四巴马 其实不可以说用马海战术 你也要马海战术 可以才行 我想看它们回来的时候 就像你所说 循序漸进 看看它施集的表现 如果哪些马的状态来得好 它们便做先头部队 然后一批一批去做 因为我看到威哥 也有安排一部份的四巴马 去到重化道 而且近期试集 给我的感觉就是 去到重化 试集的表现 是来得更新鲜 会不会对重化的部署 或者在环境 这些马匹回来 对香港跑有多少帮助 通常都会的 因为重化的环境好 还有上面操练 各样都比较静 有时马鞋比较紧张 所以马的情绪各样 可能会比较容易 比较快 刚才威哥也说到 不可以说马开战术 最重要是看每一匹马 它的适应程度 还有见到之后的部署如何 我相信威哥也非常有经验 我们先看看其他 刚才也有提过 关于重化马匹近期试集表现好 其实威哥 看到近期也提过 是爆了70匹马 其实重化开马房 对你们马匹的表现 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呢 除了地热引领之外 会不会有些马来到香港 准备跑了 上了重化道 呼吸一轮身的空气 充电才回到香港跑呢 其实这个也看过别马 不是每一只可以 譬如有些是比较大直一点的马 周区龙道可以帮助他们 快点减磅 但如果譬如你那只马 是比较 对于其他事物敏感 粗 行一点 它又不是很好吃的那些 观察一下它是否合不合上上落落 即是个别情况 因应来度身订造 安排他们合适的操练 看到近期 很多连马师都说 威哥 除了金枪威的美名之外 至于性格方面 几位连马师 大家都赞同 竞争激烈的马圈当中 威哥都算是情商很高的一位连马师 那你又怎样评价自己 人家或者几位连马师对你的看法呢 都是多谢他们 是的 是否真的那么没有脾气呢 就是回到家后觉得 哎呀 然后才来 可能自己的性格 是 还有很多事情 我觉得 就是 不要争拗 有时你争拗完之后 可能你回头想一想 咦 平心静气的时候 可能刚才好像冲动了 那便可能我不喜欢这样 各个连马师的性格都不一样 讲完 在这个圈里面 需要很高的情商 威哥成绩那么好 当中 北伐有很多朋友都将专注 摆在同骑士的合作身上 有几位的怀人骑士 其实和威哥都是较常合作的 其实整体上 你又怎样看 这群香港的还骑士 在上季的整体表现呢 其实他们都做得很好 只不过 现在大家都知道 潘顿莫雷拉一定是 一二线的马圈 全部都被你拿了 只剩下来 就是本地 甚至有些轻榜 外地的骑士 那么 本地的骑士真的要一个很大的支持 除了跑轻榜 他们容易拿到马之外 实力马真的很难 但是他们真的做得好 所以有时候你都看到他们 好像看到实力未必够 但是他们的努力都可以争取到头马 嗯 希望华人继续加油 刚才威哥也提到潘顿莫雷拉 问占玉多一点的问题 私底下先心想问 相信很多马迷朋友都想问 如果威哥要在两位骑士里面 选择其中一位 或者在心目中比较常合作的骑士当中 潘顿莫雷拉二选一 你会选择哪位 可不可以不选择 都可以不选择 但我觉得两位都可以选择 其实两位骑士都有各有各好的 莫雷拉他真的走位好 把握每一个机会 而且他转得很快 潘顿也有他的骑法 江城和骑后劲 流放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好 两位大师傅先看看网民的留言 Francis说 觉得哪位骑士最全面呢 威哥 可能会选莫雷拉 都觉得是所有东西当中 莫雷拉就像是全面的骑士 不过其实在香港拆骑的 每一位骑手都非常全面 而且很厉害 刚才也有提到 华人骑士 威哥不妨可以借这个直播时远 有没有什么说话 可以在今季季初阶段 寄予给华人的骑士们呢 都是讲那句 努力争取 现在你是在位 你是想骑的 你就要努力争取 不论你现在 多不多再骑也好 你是想骑的 你就要努力争取 那机会始终也会有的 正所谓默默奸魂 始终也会有收获 看一看 张先生的留言 他就说 新骑士霍宏星最低 可以做到116磅 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呢 首先第一条问题 怎么看霍宏星这位 新势来先回报 他也挺厉害的 因为他又是这么年轻 可以在那边赢了这么多大赛 又骑到轻磅 因为其实现在香港来说 你骑到轻磅 已经是一个优势了 再加上霍利士是他爸爸 我想有很多联马斯都认识他 因为他也是在香港长大 所以他可能拿着骑的机会 给其他新进来的骑士 是多些机会 多些机会 接下来会不会有合作机会呢 都会 一定会 说完骑士后 又说过马普露 Vicky就说 有没有金枪六十的2.0 卫哥 大家都想知道 有没有2.0 都不敢说 金枪六十暂时 在我心目中来说 真的算了一只很好的 我亦期望会有一只来 很有斗心 因为拉斯充过中点的时候 英姿非常好 威哥 你又怎么看金枪六十 未来这一季的发展 或者对他有什么部署 他大了一岁 但是暂时看他健康状况 都没问题 我今季的部署都是大赛 可能起步的时候 就不像上季 上季因为他分数的关系 我可以跑其他赛事 没错 今季可能在平榜赛起步 即是会有所不同 我说完金枪六十 很多朋友问关于金枪的问题 然后Alpha就问 雷神 Hunden 有没有索期金枪六十 这一匹明星马 有没有说 威哥 其实我也很想跑 不是只有韩泽 我觉得其实我也很OK 两位大小孩 很怪 是这一匹马他们两个没有问过我 哦 反过来 对 为什么呢 也真的没有其他奇思问过我 只是何宅瑶 主理这一匹马 是啊 可能他们也看到何宅瑶 也发挥得那么好 好像 我也不懂形容 真的没有他们两个 一定是不好的 我知道 对 反而就会这样问 那么 吐龙来下一条问题 Weber就问 想问一下大赛前的心理状况是怎样 分开两部分来问 其实大赛前的心理状况 无论是圈内工作的工作人员也好 练马斯騎士也好 大家都会很紧张 以练马斯的身份 面对group 1的大赛 大赛场合 去到沙圈会不会心里都会觉得 很紧张 这只马都很好机会 自己的心理质素 当下会是怎样的 其实有 每一次都有 但是尽量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金春六十都真的很争气 每一次都给到我一个信心 每一次 哇 金春六十都比你啊 金春六十 你不要担心威哥 但是其实真的每一次都有 因为其实马匹都会感应到 究竟骑士和联马斯身边的磁场是怎样的 是 金春六十 他的性格 常会给你什么感觉呢 因为我在阵上看很多马尾都觉得 他是一匹挺有斗心的马尼 除此之外 有没有其他特别性格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很多人都有问我 他最终的两场好像是否差了一点 好像差点被人追过 其实他每一次都是 他一赢了之后他就放松自己 过了中点之后 不是过中点 他过了人 过了人之后 譬如他是过人来的时候 一过了他就放松自己 是 然后如果有其他马上来 或者那只马再回落的时候 他变成了他就再去 其实他好像一部引擎 你认识了再开始 那当然是没有走得那么创顺 所以就好像是比较辛苦一点 有那个斗心在 也挺特别的 Rose就问阿威哥 赢哪一场赛事是最难忘呢 都可以加上金窗60 不过金窗60赢了这么多场 总有一场 其他马匹也好 其实金窗60好几场都是难忘 因为全部都是我从年以来的第一次 是 是呀 譬如你打比亚 国际赛那些 全部 classic mile 全部都是 甚至是上季的三冠 每一场都非常精彩 每一场都非常精彩 Jenny就问阿威哥 会不会打算给金窗60远程 其实很多传媒朋友 或者我们马迷朋友们 都很想知道 金窗60之后的计划 会否想去试试外地 和其他的赛区一缺高下呢 我想如果有机会 之前我们亦都和马主 当时聊天的聊过 我想如果疫情许可的话 可能都会去日本 去日本 看一看到时的情况 大家要密切关注 有朋友就问 会不会去日本跑安田 刚刚说完日本了 日本跑安田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或者是马主的计划之一 大家都不停问金窗的问题 我相信 其实除了金窗60 这一匹的赤仓簿之外 马防 冰原这么充足 应该还有其他的马匹 威公会觉得 在近期试集也好 或者季初阶段也好 可以给大家一种眼前一两的感觉 比如好像在你近期的部署当中 有没有说哪几匹马 你心目中觉得 希望今季的状态来得更加好 暂时来说 暂时来说 没什么很突出 是 其他 比如 彪之未来上季 季尾的表现都挺出色 主要是因为 常常排位排得不好 本身的跑法 如果排到好位 都会表现好些 比如好像季初 虽然现在状态可能 都未到十足十 但是如果他排到好位 他应该是挺好的机会 现在出了报名表 不过还未出排位 看看彪之未来之后 排档会是怎样 好了 大家都有很多朋友 留意着留言之余 可以看看我们近期的状况 会是怎样 因为刚才在road机之前 也稍微问了 威哥说 近期的成绩表现这么好 会不会粗练上 会稍微有些新常试 或者调整呢 如果大家有看威哥的 马房粗练 我自己也有看一看 少少研究 发觉威哥都很常安排 马匹大概一个星期 跳两货 会不会去到今季街园 个别为每一匹马 在今季的成绩上 或者粗练上 会作多少少的调整 我想都会 因为今季的质色马多了 会可能在一些试集方面 给多些他们熟集一下 是 因为以往 旧马就不需要给那么多 又试集又其他拍跳 那些 去逼起斗心那些 质身马就可能需要多些 大家要密切留意一下 大家都要谈一谈 究竟威哥近期的积极被战状况是怎样 想问威哥平时 怎样跟骑士那么好相处 另外喜欢哪一位的练马士 阿玉就这样问 威哥平时怎样跟骑士那么好相处 这个问题有点特别 应该这样说 反过来 问威哥 教为喜好哪几位的骑士 不要说哪一位 哪几位 骑士 当然 都是刚才说的两个 潘顿和莫来拉 这两个不用说 何宅耀 他一直都是和我合作 我想最主要是这三个 其实周俊乐也挺好的 Jerry 你看他上轨的表现 大家都看到 他再加上有几磅 其他本地的 甚至是潘明辉 你看他跑得很出色 有时有点 是啊 因为我上一次做直播访问 Facebook的时候 Jerry和Matthew都有说 周俊乐和潘明辉 说我赛前做很多功课 在跑之前 你又怎样评选这两位的环骑士 我又不知道他们是否 现在你所说他们做很多功课 其实越做多功课 对那场环骑士的认识 会更了解 一定是好的 有联马斯的身份角度 有什么小心得 可以分享一下 做功课 怎样才为之做有价值的功课 应该怎样去观看一场赛事 联马斯和骑士是不同的 骑士他们也是 因为骑过那只马 甚至他们同场 看到那只马 怎样 他们还会知道更多动态 我们只靠看 看片 甚至看赛绩 我们有时都会看漏 不是有时 很多时都会看漏 很多时都会这样 因为二十多个马房 每一只马 可能在那场赛事 大家都觉得大家的机会很好 其实以联马斯的身份 会不会主力都看自己的马房 那些马之外 都花多一点时间 看一看其他马房 他们这一日出马的状态 或那些马匹备践的情况 都会 是 差在有没有时间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多看一点 因为还有一件事 我补充的就是 我自己练习的马 我知道那只马是如何 譬如跑的时候 我预期它如何 但它是否预期我做到这些事情 是意外 还是如何 我会比较清楚 别人的马 你不知道 将这些东西搬到别人的马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如何 或者它根本没有预期有机会 那它书有什么出奇 是啊 这件事也是很主要 大家要以多角度去分析 刚才提到其他马房的连马师 近期都有访问连马师 有些连马师 就怕了心口 就说 季初开来日 就打快工 那其实看回 现在 这个报名 已经出了 有几个马房 都看下 出马 比较多些 可能会在季初阶段 打快工 如果大家有看近季初 开来日 赢马 的连马师 大家都会看到 沈习成 成哥 他都很喜欢 在开来日 打头炮 但是我看到威哥 在这一天 冰原充足 有11只报名马上阵 你有怎么看季初开来日 自己的手马 的牌面和优势 他们的状态 都可以 不是好像 有些连马师 心目中 很大信心 我不敢说这件事 最主要看对手的实力 我都是循序战进 准备他们第一天出赛 一如既旺 顺其自然 将每一笔马 状态发挥得最好 看看网民的留言 Eddie就说 威哥 假如你今年 想冲冠军 的话 假如你想冲冠军 你觉得哪几位连马师 对你来说 是最有威胁 都是那几位 蔡英瀚 方家柏 方家柏 其实董东尼 都很厉害 华人连马师 华人连马师 你觉得 他今季的成绩 可能你看起来 都会不错 华人连马师 其实沈泽成 很进取 很进取的 很劲力 和威哥一样都很劲力 大家要继续 阿辉哥 其实有一手 很好的质身马 可能他上季是回一回 今季可能成绩又不同 我记得我上季 很荣幸可以访问到威哥 威哥都很保守 就说 之前那季 和 辉哥和威哥 大家都竞争非常激烈 上季他都说 我的马匹都需要时间回气 但是 寄予说 上季尾 去到今季初 我的马匹 側身马 撞起了都会留意 那你又怎么看 威哥马房那些 较为側身的马匹呢 会不会对你的马房里 大家都差不多年龄的三四岁马 可能 那些都是 因为 上季 我有些质身马 去到后期 其实表现都是一般 可能质素也不是太好 今季来了一批 比较需要些时间 所以 季初也要看 季初也要看 威哥和11匹马当中 有没有说哪几匹马 你觉得 希望在开来日 保持到上季尾的表现 这样 现在就在了 你帮他参证一下 我想 首先说五班那只 那只 聂胡章姐 聂胡章姐 其实他上季季尾的两场马 表现比较准成一点 以往他是一时时的 如果他保持到上季 季尾的水准 应该不错 聂胡章姐 是的 十七匹马当中 是的 比如说了 刚才我说了 要子未来聂胡章姐 得力保区都可以的 新册班 是的 新册班 未知实力去到哪 唯一是他133磅 是 重磅 我今次找了周俊罗 希望减帮帮他 但是重磅到这匹马 在该场的赢面比较 会是其中一种的压力 都会是 都会是 所以大家留意 希望可以为马匹 发挥到最好的表现 康就说 沙田跑马地分别? 沙田就是沙田马场 跑马地就是跑马地马场 两个场的跑道 形势都不一样 但是了 问回正英少少 威哥 你认为沙田马场和跑马地马场 两种不同的赛道 对你马防部署来说 会算是很大的分野 我会特别喜欢在沙田马场出击的 我想都是看马的性能 是的 有些马的性能是充程或者短的 所以跑马地的直路短 有时刚好 他就对他的充程 是的 大家要留意 还有有时跑马地的情绪会好些 嗯嗯 沙田他就比较紧张些 也有影响 是的 所以大家又逐个度身定做去想 其实大家都踊跃留言之外 我想我们问的范围都差不多 刚才也围绕着 关于季初阶段 很多马防都开始 慢慢会为马匹 陆续进行试集 我看到威哥都有 重花马场也有 香港的赛道也有为马匹进行试集 你认为自己近期马匹试集的表现是怎样的 整体上的表现 算不过不失 也不可以说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说 季初做到Bringba 让他纯粹漸进行试集 但有时有些马匹 你看他试试得不好 但可能他试完后 那个状态会提升 你都要慢慢去看 是的 又要看这些 怎样去观察到 有些马匹不是很喜欢试集 有些是 有些是 有些近期天气又不是很好 是的 是的 那个泥地 我们有一天试泥地 准备 还有他们说泥比较绝 有些马也不太喜欢 是的 所以有时在那些场合 你未必看得到 OK 有时又看回 多正常场地 他们马匹的笑杂表现是怎样的 好了 来到近期 这个希望季初阶段 威哥都可以交到好的成绩 我们现在看一看 因为时间都非常有限 威哥有没有说对哪几匹马 今季铺有期望 问这几个问题 希望都有个好些的心水 除了刚才威哥说的 循序漸进 就是慢慢来 大家不要太大压和寄望 给我 威哥 不要给那么多压力 以后我之余 会否说今季有几匹马 要放多一点精神 或者希望可以交到好好的 除了金昌60之外 当然第二匹就是 《彪之未来》 《彪之未来》 因为我看它上个季尾 它仍是有进步的马 我暂时看这些 其他有些质身马 我想是要再粗下去 再看它的试集 因为今季我都得到很多 其他马主支持 其实在这里也很感谢他们 是 有些马都是在那边 是有好成绩的马 希望那些马来到香港 我可以帮他们赢到马 如果真的可以赢到大赛 当然更加好 希望有些心血和新冲击 来到这个环节 最后阶段了 威哥借这个直播时段 和现场的观众朋友 我知道有很多骑士和马主 都跟我说会看今天的直播 有什么话想和他们 新的一季祝大家身体健康 在马场上场胜利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分享 最后一个问题 Emily就问 为何龙骨飞羊 自从在五元尾到重化道训练 他的状况是如何 太多留言了 希望威哥也得到龙骨飞 之后因为都没有赛事 对他跑了 而且现在季初 也不是那么多赛事 对他跑 所以他上了重化之后 我们继续放在重化中操练 大家都要密切关注龙骨飞羊 到今季的情况是怎样 希望重化 重化完之后 回到香港继续交到好好的表现 多谢大家这么多的踊跃留言 刚才威哥也寄给骑士 和和现场的朋友聊天 重复一次 今天在我们勇往直前直播时段 留言转发和点赞的朋友 威哥稍后的时间 将会抽出五位的幸运仪 得到幸运的奖品就是 4G储席卡价值300多港币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允用 也祝大家在季初阶段 和威哥一样打响头炮 我们很多现场的朋友都很支持威哥你 希望威哥今季可以继续努力 带给大家好运 好了 今天的时段来到尾声差不多了 我们和各位朋友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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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